梁天琦他們三人的判刑 我認為是一個合理 而且刑期那方面 也應該符合社會的期望 這個刑期 譬如由梁天琦本人 去到其餘兩位被告人 有六年的刑期 我相信對於日後任何人士 特別包括年輕人 他要去參與這些 與暴力事件有關係的行動 是應該起到阻嚇的作用 我再說一次 我想我短一點 今天的判刑 譬如梁天琦本人有六年的刑期 我相信這個長度都會符合到社會的期望 亦都對於日後起到阻嚇性的作用 在這裏我亦都很記得 在那兩年社會有很大的爭議 而很多的年輕人 他亦都以為他只要掛著一個政治的口號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是視香港的法律於不顧 今次很清楚帶到一個清晰的訊息 香港真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而如果任何的行動 你是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包括特別牽涉到危害 市民的人身安全 社會的安寧 和演變到好像暴動的性質 好像當年的旺角暴動 社會是不會容許 其實社會亦都有很強烈的聲音 是很希望透過今次的判決 能夠令到日後任何的年輕人 千萬不要重蹈覆轍 我自己認為 在今次的事件裏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以往來講 我們看到很多的政治的行動 都是和平的性質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 政見其實很正常的 但旺角暴動的確是 很多人很吃驚 好像這些人士 開始相信用暴力或暴力的威嚇 甚至連警隊去維持治安 都要成為受襲擊的對象 這種方式是社會絕對不容許的 而法律亦都很清晰 可以制裁這種危害社會安寧 和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 任何行動 無論用甚麼政治信念 都不能將它合理化 我覺得以往來講 曾經社會都有不同的聲音 好像阻嚇性不夠 我想對於幾位被告人 這次的判刑也相當重 應該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此外我更加想說 就是仍然在旺角暴動裡 我相信是有幕後黑手的 究竟哪些人 他自己是沒有在現場 但是我們很記得 警方都有給很多不同的物證 當時有一些竹枝磨尖了 那些階磚叫鬆了 究竟是甚麼人去做這些行為 那些人是否還躲在背後呢 是否正人出口 笨人出手呢 哪些人是有組織的 除了現在被判罰的幾位被告人之外 哪些人是在逃呢 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 要抽出幕後黑手 因爲這些人才是真真正正的 亦都是要得到他們應有的懲罰 這次紙特事宣佛 你認為這項目的法定是有責任 這些法定的法定 是有責任的法定 去保護人們從不得到這類似的法定 什麼事情 你認為這項目的法定是嗎 香港 它們在法定的法定 你必须保持法律的法律,香港的法律是否也必须保持法律 香港的法律是否有法律和法律的法律 我认为这三个法律的法律是很长的 它能否有任何效果律的法律 在20年代的最后20年代,除了香港的火灵 和其他很短的火灵,香港的政治动物 有名为一个平坏的兴兴 人們可以承受任何類似的示範 承受任何法律的法律 但如果你們有越過四角色的法律 而是否相信使用暴力 例如香港人和我們的法律 並不承受任何法律 而這道法律 並不承受任何法律 並不承受任何法律 如果你們不承受任何法律 香港法律 我非常滿意的 這份法律 並不承受任何法律 而我更加努力 那些人的法律 也要保持任何法律 在抗議的動作 並不承受任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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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不承受任何法律 去看這些年輕人被拒絕 但為了保護香港人和安全保障 我們必須支持和承受法律的法律 其實很多彭定方都變成了裁決或是憂慮 按照事態的公安條例 彭定方認為法律的條文很不清晰 對於這次半月比較失望 會這個條例被用作政治用途 為法民人士變蠢的 你怎樣回應這個條例 我想事件發展到今日 尤其是大家看到旺角暴動 是超過百多人受傷 有些人受了重傷 有些是導致殘疾的情況 我想這是屬於一些嚴重傷害的行為 無論政治理念是多麼高 又或者大家有多麼不同的政治理念 香港社會本身是一個很信仰和平的社會 在過去二十年香港有大大小小的示威集會 但大家都是用一個很和平的方式 甚至在世界上是馳名的 我們香港人其實是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是很和平的 這次旺角的暴動是第一次 在香港來說是用這樣的暴力的方式 襲擊警方 又襲擊可能和他不同意見的人 其實這樣襲擊警方 去維持社會的秩序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如果我們香港的法律 是不能夠處理 是有一個阻嚇性的裁決 因為年輕人很多人仍然不是很清楚 很多人甚至他以為只要講政治理想 就不用遵守法律就不會有事 而這次就看到其實法律就是法律 他是公正嚴明的 有一些譬如說在外國的一些政治的人物 他去評論香港的問題的時候 他自己要想回如果同樣的事在他自己的國家這樣發生 或者他又會有不同的說法 為甚麼那些傷害不是發生在他自己的國家身上 我們最擔憂的就是那個信息不清晰的時候 是令到更多的年輕人 他是相信暴力是可以解決問題 吸引全世界或者傳媒的注意 而日後還變本加厲 這個就是全香港社會都是一致 不希望日後有這種趨勢 我們都是覺得惋惜的 我們認為那些年輕人 他是錯誤去信仰用暴力 以及這些那麼激進甚至傷害犯法的行為 去表達他自己的意見是錯誤的 我希望其他沒有差下去的 仍然只是邊緣的 千萬千萬不要再這樣做 但是最重要的 就再不希望任何人煽風點火 現在我們希望大家冷靜下來 整個社會冷靜下來 大家有不同意見用甚麼方式 是對香港社會整體是最好 對我們年輕人最好 我們是不需要外國的政治人物 在那裡說三道四 還有還要煽風點火的 我認為政府和警方最重要的 仍然應該要徹底查出幕後黑手 那些人煽動這些年輕人 去走到那麼前 去用這種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